新闻報道,內地的政策未成年人打機 現在限制週末或假期玩一個小時 這個警察好嗎?有什麼意見? 一早就要搞的 廿多年前有網絡的時間 我第一個外人批了一個經營網絡 拉審給我 最後我研究過,我不能做 不做的理由很容易出事 因為國內的意識形態是禁區 你完全控制不到那些人擺什麼 但那時候我很早提出 遊戲機是要禁,但禁得來就不要禁 但應該政府有專案小組設計一些比較益智的遊戲 給小朋友都要限時限 但他們玩完之後起碼得到自己 學到東西 你不是見過設計了一些中草藥醫病的指牌給你嗎? 是啊 很久了 那時候我將他們說想改良做遊戲機 但後來找不到好的人幫忙 就是說你自小就打遊戲機 我認識了中草藥 又認識了中醫一些 例如按摩、鐵打、整身、吐身 但我平常小病那些 在遊戲機上一級級升的 叫做假病魔 嗯 是 傷口感冒、頭痛等等 你自己打低它就有分 然後你做個中草藥的原地 自己做中藥 那小朋友就自小認識了中藥 是啊 你一定要學到東西 怎樣都會懂一點的 好遊戲 你只是做這些東西發揚光大 還有你還可以消去國際 將中藥文化的衣術、銷術 嗯 那你又幫到人了 嗯 有些人體很多 那些氣血、堵塞 你旺鬆幾個月位 真是有效的 嗯 是啊 可以很簡單 所以你由初級打到中級 中級打到高級 越打越高 越打越高 越打到病就越難醫 那你由打又機 這些成人都可以玩的 嗯 但這些就是有效的 嗯 是啊 是啊 玩玩一下 當然 因為你中國這麼大 在日本是不行的 日本 我據我有朋友告訴我 嗯 你做個商船事實是 我們那個遊戲機 是設計給外人玩的 嗯 那些小學生上學的時候 加上去 嗯 不是設計給你們玩的 你們不要玩了 嗯 嗯 好了 它有一個隱藏的動機 如果破壞了你一代人的智商 嗯 破壞了你的老神經的運動 嗯 硬又蒙耳又龍 是吧 那些 那些 輻射啊 刺激啊 又打敗獸啊 法王都要殺人啊 那你一代人彎了呢 幾代人追不到 嗯 那它便永遠都騎著你 是 是 是 這個都不是陰謀論 原來的事實是有這個 這樣的運作 嗯 你見外國人都在打遊戲機 實在 甚至看書 嗯 是 比例比較多的 所以這個是好事的 但是呢 政府也都 不能說禁止了些 你便將它優質了 改良了 由政府統籌 將一些很多日常的生活 通識啊 透過遊戲機 傳遞一些正確的資訊給他們 就不是現在亂過亂世界的人 嗯 那三個歷史人物啊 古靈精怪的 上網看見我生氣的 嗯 嗯 在這位 古靈精怪 真的啊 這些是我們全面支持的 好事來的 嗯 是 你打到那些年輕人 有些人 有些人 父母中他 有些人 都會買分 又不知買什麼工具 搞到不見得多錢 是啊 古靈精怪的 總之跟大陸的東西 就千奇百怪的了 是吧 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問一下 這個 出了對一些持有外國籍的明星 例如李連傑啊 蛇亭峰啊 那些 是啊 有幾個很多 陸續都會有的了 是啊 那點名呢 就有一樣都幾論不準 他們那些外籍的演員呢 有沒有 外國稅 你在大陸做個陰陽合同 嗯 如果要抽你海外稅呢 他們很麻煩 大家會這樣動的 一定有手未跟 嗯 重者 告你 促謀 硬正好事 嗯 要不然呢 只要叫你自動交付你稅呢 那你都糟糕 這一劑也很麻煩 嗯 還有呢 你都很難搞 不能搞了 想說 即是不給他 不給他搞了 是啊 如果他禁你那些外國籍那些 那些 不可以大陸做的 因為他國內很多人 你那些人力紅那些 多數都不是政府單位 嗯 嗯 你明白嗎 嗯 如果政府單位紅那些 政府單位有水抽 嗯 那些政策這些 其他人都沒有水抽 そして他們都沒有水抽 對 對 哦 是 而且他們有很多 古靈精壞的事情 嗯 是 就算你 那些什麼 歌手比賽 什麼什麼 水抽很低 嗯 只要坐著 是 你打開那些 歌唱比賽 那些舞台登 bong設計 音響效果 只要坐著 是 我屬於低俗的貧道 但它們是對的 它們是低邊人口的社會 如果政府現在有責任是將它撲飛或是整理 但不是說被滅塵打擊 這是不行的 下面那些人執行職務會很嚴重 有很多出事 有些是罰錢 叫它補水補三億 三億 不知道怎麼給我 傳聞是趙薇酒的那些 傳聞好像未經證實 傳聞 也不知道它去哪裏 它很奇怪 它這個女生都是攀員 又隔著這些白水仔老公 古年徵法 被攀員在馬失文那裏做黑衣 就是這樣 看報紙 像是阿里巴巴 傳聞 又買股票 他們又給那些有名的明星做效應 來幫它撐腸 明白嗎 但我看到一張相片很窄細 馬文和趙薇拍出來在網上 他們打過的手勢是共濟會的手勢 共濟會的手勢 兩個都是聯絡的手勢 好做不做做這些 他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 就是以為當作硬 其實這個全部是好罩子 你不是就不要做這些手勢 是好罩子 有明有暗的罩子 人家誤會你以為你是 要不做這些人 你不做這些人 有很多麻煩 就算你在歐洲 打過立宋黨的手勢 你也死定 是吧 那些手勢不是可以玩的 是很麻煩的 所以如果社會沒有干涉你的 人家那些黨派的人士,那些幫派的人士,說你搭樓堂利用他的招搖,你是另一個麻煩,知道嗎? 是很恩大王面的,兩邊都很恩大王面,就算以前我們中國那些幫會,都有國有國幫會的遲口 就是那陰雨,江湖的遲口,青幫叫海底,你怎麼知道你是自己人呢? 就是你坐在那裏,把杯碟,碗筷,就知道你是自己人的,對嗎? 是是是 他有一個黯黯的遲口,所以這些人就看到他們很有志,很搞不搞 現在我看見他們,中中國政府要追殺這幫,追得很大壞 是啊,他連同其他藝人,都是造仰的 是很嚴重的 現在人們都不敢上去開工 現在不敢了 會不會打擊 全部都太整頓了 還有很多事情禁得很嚴重 電影製作等等 收得很緊 還有一個消息要補充一下 比較嚴重 就是美國禁止中國的公安 家眷和那些人不准去美國 不簽證給他們 那幾百萬左右 連家眷就幾百萬 他們會不會遲些消息到香港的公安呢 這個都很嚴重 都很害怕的 所以你說 有些人鼓吹中國政府和美國或外國人死散 我制裁你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能力制裁對手 因為中國人不多 他制裁你 你就大一個人 很多方面都不肯定 是嗎 你靠他多於他靠他 所以這次中間政府 都要學停了 擱置了反制裁的法案通過 要想一下 這個是很明知的 馬上讚賞 你沒有理由明知挖頭路都走過去 是呀 沒有好處 是呀 你一定會轉身 海浮天空 遲無去路 但你一定會轉身 那就一定光明 現在 中國沒有條件 去幫人鬥氣 就算有條件 也不需要在國際社會裡幫人鬥氣 總之你要拿回與和為規 你踩到我來門口的 我就踏實你 不然你就當他們那些鬼鬼做猴子戲 都頂著採用 但有個新的消息宣布 講完這些事情 他就好像說 明天開始 所有外國的船艇 經過南海的領海泛民 要申報 要預先申報 這個都頂著不準 隨時會出事 因為他美國人很明顯 他只是代理人 他不肯離奇 那你隔壁的國家很難不方便 那你就當那個九條線是你 哪裏是你還是外人 人家都未承認你 你自己說而已 所以這個 我那時候懷疑中國內部 是很多無間部的 或者他有心或者他沒有心 他是做很多無間部 是外人多的國家 完全考慮那些政策是不成熟的 沒有想到那個後著 還有那個反應 你怎麼去處理 嗯 嗯 祝好運 這些低輪的容官 好 好 謝謝老師 謝謝